两岸侨团携手举办公益讲座 三地专家解惑答疑热点问题 由加州中华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主办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和南加州中国文化大学校友会协办的公益讲座 在蒙特利公园市举行 七位主讲嘉宾就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近百位与会者受益匪浅 加州参议员候选人伍国庆为讲座活动颁赠荣 加州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创会会长任飞比 理事长李渔妙龄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会长李社潮 中国文化大学校友会第一副会长杨荣珍等出席并致辞 著名经济学家顾掩石演讲 中美贸易战影响和对策分析 保险专家胡正国演讲 全球资产配置 律师庞飞演讲 移民局扫荡非法移民 华裔雇雇主如何合规及应对 保安业代表陈吟飞演讲美国保安业概述 会计师孙美华演讲 海外资产申报截止后的影响和慈善捐款应该了解的税法 国际金融家向明云演讲 苗董七块链 书法家孙小华演讲 盛世喝茶 喝茶就喝干净茶 演讲者精彩演讲受到大家的欢迎 这是我们加州中华工商处理系列管理协会呢 第一次的为社区服务举办的公益讲座 第一次非常感谢美国华人领域总会的总会长 李社朝领会长帮助我们许多的忙 推荐了很多很好的很优秀的这个讲员 还有我的母校中国文化大学校友会的副会长 杨毅珍也带着很多的义工一起来协助我们这个讲座 这个讲座的内容呢 它是多方位的 而且是牵涉到各个层面 各个领域和行业 所以对经商的人 对各行各业的人 都是有不管是从商业 还是从个人 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公益要办公益讲座的一个宗旨 同时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活动 它有另外一层的意思 就是两岸三地的协会们 大家共同的联合举办 为南加州的侨胞们 呈向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公益讲座的内容和内行 环球东方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